要查的除了人為疏失 當然還有這失事的這個球館 是不是也有問題 因為現在發現它根本就是個 21年的大違建 除了地幕不服之外 這21年來根本就是無照營業 而且竟然沒有人去稽查過 這當中老闆也有異消身分 提起來更加敏感 有要拿什麼東西嗎 經過一整天的折騰之後 屋主一家人傍晚終於可以回到 已經被燒的面目全非的保齡球館 收拾物品 許多義務都還在現場 屋主不得已必須再度回到火場 收拾還可以用得家當 由於自家違建的一場火 奪取六名寶貴請銷的生命 屋主一家人頓時成為眾矢之地 面對外界的質疑聲浪 屋主再度澄清 真的買來就長這樣 買來就是這樣子的 也沒增建 就是維持現狀 不是 因為現在有人說 在動是違建 所以能夠過關是因為 就是其中有人是異消身分 我跟你講 我只能這樣講 違建不得是違樓 為何年輕的消防人員 會冒著鐵皮屋 坍塌的危險要深入火場 由於屋主兩兄弟 都具有義消身分 因此外界不免質疑 是不是因為這層關係 導致警消人員 違反正常的SOP被迫 深入險境 屋主急忙否認 就是因為負責人是 義消的緣故 這棟保齡球館 幾年前還曾經出界 給消防隊進行消防演練 沒想到如今卻成為 打火弟兄的殉職地點 令人不勝唏嘘 而屋主一家人 也因為失去了住所 暫時必須借助有人住家 一段時日 記者就會說 SNG小組桃園 採訪報導